停留三秒鐘 三秒鐘 好 中間 好 右邊 揮手的大哥來再看一下 揮手的大哥來再看一下 上面一點 我們邵婷現在轉戰電商 現在擔任的是電商的創意總工職 然後這一次在快閃電當中 其實他用盡 絞盡心力跟被盡行死 打造這一次首次進駐SOGO 復興館的快閃電 還會呢 邵婷就要跟我們各位聯繫朋友 分享這一次快閃電設計的新目歷程 好 這裡 這樣 這裡 再轉正一點 OK 我們來 來 上面 這邊 來 下面可以戴一張 戴一張喔 好 這邊 好 大哥可以嗎 好 嗨 大家午安 我是邵婷 算是今天快閃電的一日店長 一日店長進入 對的 據說你這一次為了這個快閃電的籌備 可說是盡心盡力 因為這一次是我跟Paul 我們第一次的百貨快閃 然後算是整個快閃系列的第一站 所以老實說一切都是初體驗 一切都是初體驗 其實半夜大家都進來準備把我們這個 飛天烏宅打造好 然後整個過程 包括我們在百貨要做什麼樣的活動給大家 算是第一間 我們在百貨裡面的房子 但是真的就是 就是學到很多東西 所以好期待接下來這一連串的學會 而且這次快閃電其實 是用邵婷心中夢想的廚房為藍陀 他就跟我們說 就只差一個中考了 對 其實我們現在裡面整個背景 就是目前我家的樣子 當然整潔度多很多 就是冰箱打開來的東西 沒有那麼凌亂 但是我們的配置啊 位子啊 甚至是裡面會出現的東西 真的都是我家現在長的樣子 希望可以帶給大烤箱啊 然後大型的那種中道啊 就完美 所以我們媒體朋友 等一下可以稍微來逛一下我們的快閃電 來 一規邵婷家中到底長什麼樣子 歡迎來我家準備包玩 看他滿期待 滿期待的齁 那這一次呢 邵婷成POPODA快閃電的主打是 我們的寵物仙石 那邵婷他為了家中的毛小孩 也是費勁可思 我家在全盛時期的時候 我們是三隻狗狗跟七隻貓咪 就是有十個孩子了 那從大概兩三年前 我開始是自己做鮮食給他們吃 都還不會做飯給自己吃的時候 就可以先做給他們吃 然後每天切菜啊 買菜啊 煮蒸 然後去上課 去學說到底怎麼樣的食物 怎麼樣的鮮食 對狗狗貓貓來說才是營養均衡 然後是最好的 可是那個很有心 然後我每次直播網友都說 哇你這樣子好認真喔 一整天都在做 對 真的就是一整天 放假一整天你都在廚房裡忙這些東西 然後只做出不到一個禮拜的份 對 那真的再花時間了 所以慢慢的 因為有去上課去學習 然後包含現在自己做產品 我就覺得那我為什麼不自己做 做放心健康的好的食物給自己家裡的孩子吃 所以它是一罐嘛 然後裡面不管是純肉的 或者是真的有肉有菜有湯汁的 就跟我們自己做的一模一樣 然後無添加 對 這個是你會覺得很放心自己吃 然後給家裡的孩子吃的 所以才開始我們做這個鮮食罐罐 然後不只是在飲食的部分 其實包含居住的環境也是我一直在替他們著想的 我真的是孟母第三牽 即將在今年年底我們要第三牽了 去牽到一個有更大的露台 然後有貓咪平常也可以曬到陽光的陽光屋 然後甚至也不會像原本住的地方 這麼喬濕的一個地方 這是一個第三牽 但我很好奇 你的老公感光哥會不會吃醋 你們說他才是最愛家裡女兒們的 你知道他睡覺的時候沒有我的位子嗎 蛤 睡覺的時候 只可以如此 他的左邊會有一個兒子 右邊會有一個女兒 胯下還會有一隻貓 你知道胯下 你知道 我知道 貓狗喜歡取暖在床上 不是 應該是 你的位子 對 所以 沒有 我說他的全身體 所以就是原本 因為很多人都會問說 你養這麼多狗狗貓貓 你吃飯接受嗎 不會吃醋嗎 都可以跟你睡在床上 我說不 現在堅持要跟他們睡在一起 抱在一起的是我的老公 所以應該反過來 我有時候還會吃醋說 你今天有問過我好不好嗎 他會問家裡孩子說 你今天好嗎 我就反正看到 你有問我今天好嗎 所以現在家裡是這種戲 因為我們最元老的那個 烏尼 就是第一隻狗狗 他在今年的時候 因為癌症理事 今天剛好是他的生日 如果還開始的話 所以算是烏宅開張 是他的生日這一天 所以現在家裡的話 是兩隻狗狗跟六隻貓咪 狗共八隻 我還想再養 哇 這樣你不怕你吃的醋更多 養兒子 養兒子 好 兒子比較愛媽媽吧 沒問題 你換他吃醋 對 但是趙婷其實他 平常在家裡做心事之外 他對愛情 結婚到現在大概兩年多 然後從之前我們的同居也好 或是交往 其實很長一段時間了 我覺得我到現在還可以 每天都是熱戀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很驕傲 然後 愛情要這樣長些 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原則是 你一定要很崇拜你的另一半 你要很喜歡他 很崇拜他 然後你要每天每天 的調戲他 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你如何調戲閃光的 因為我家現在住一樓 然後有院子 院子大概一個月左右 就要除一次草 我就跟我先生說 老公可以麻煩你去除草嗎 然後我要求說 你可不可以裸上身 不怕鄰居把他看光光嗎 沒有關係 我就說可以裸上身 然後頭上綁那個毛巾 就是工人的感覺 然後流汗這樣子 然後我在房間裡面看嗎 所以我們等一下媒體 馬上就有狗仔隊過去拍 可以去我們家守一下 院子的草差不多要除了 還是我發一個文 大家可以 可以可以 你發個文好 大家想去嗎 大家應該想看的是辣妹吧 應該蠻想看想光 跟我相信 但我就是在家裡都會這樣子 這對我來說是一個生活情趣 我覺得很重要 就算已經結婚了 一陣子了 要三年了 可是小細節都很重要 要保持熱情 保持調戲對方的心情 然後每一天都才會覺得很新鮮很快樂 所以我們在生活上我們要有情趣 在愛情上要嘗鮮 在懂寵物的健康上面呢 一定要吃鮮食 一定要吃鮮食 所以呢 少廷這次就是盡心盡力 跟Pupola合作 首先盡一盡 在收穫復興館的派遣面就在五樓 這是我們主打的就是寵物鮮食 沒錯 所以呢 這個就是我們的貓貓狗狗罐罐禮盒 對的 大家合個飲 好我們一樣少廷視線從左中右 然後再太太老公 謝謝 好 可以右邊 上邊 上邊這邊 咦 我們這個禮盒的那個斑頭都是成的喔 所以目前我大概有兩三公方久 校園其實日際蠻大的 聽那個公司的同仁說 少廷在參加各種的展場啊 自己就一手躺起這樣的禮盒 為了貓狗的健康 希望可以傳遞更多這樣的理念 給更多的社會大眾主導 好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這邊祝他 那大哥有需要這邊跟娃娃這邊在祝他嗎 這個娃娃是他的奔身 對 他要坐著嗎 他要站出來 你可以坐著 坐著 坐著 我們邵婷陳托馬拉的首間的快想片呢 進駐GoGo步行館 從今日起到31號 我們邵婷深深的也會在現場 邵婷你每天也會在快閃電進駐嗎 對 邵婷說他本人也會在現場服務大家 對 親身精力的為寵物的健康 傳達更多的理念 讓社會大眾主導 那你可以嗎 那我們補一張他在收銀台的畫面 我們稍微移架一下 那個工作人員幫我處理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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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